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人工智慧AI技术大厂OpenAI近日正式宣布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66亿美元融资,使公司估值达到1570亿美元。 该轮融资由创投公司Frive Capital领头,包括微软、徽达、软银集团、Kosla Ventures、Altimeter Capital、富达吉、MGX等均参与该轮投资。 不过此前与OpenAI达成合作的苹果公司并未参与。 根据Crunchbase网站的数据显示,新一轮融资的完成,使OpenAI的融资总额达到179亿美元。 消息还显示,OpenAI预测今年恐亏损50亿美元,营收则将达37亿美元。 此外,市场曾传闻,OpenAI执行长Sam Altman计划募资5至7兆美元打造晶圆代工厂,以生产够多的AI晶片,引起业界全球瞩目。 不过,回答执行长黄仁勋·詹森·呼万认为,AI处理器的构架创新比产量更重要。 他还打句说,7兆美元显然可买下所有GPU。 路透社此前独家引述未居名消息人士报道称,OpenAI野心勃勃的晶圆代工厂建设计划已经暂时搁置。 目前正与博通、Broadcom和台积电合作打造自研AI晶片,以支援自研AI大模型。 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报道显示,OpenAI放弃单打独斗,携手博通开发首款AI晶片。 这家人工智慧初创公司OpenAI正在与晶片制造商博通,合作开发一款新型人工智慧晶片。 该晶片将专门用于AI模型的推理过程。 此外,双方还在与全球最大的晶片合同制造商台积电进行磋商,以推进这一项目。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博通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设计、开发和供应,以及企业软体和安全解决方案。 博通公布了2024财年第三财季财务业绩实现130.72亿美元收入,同步增幅达47%。 博通第三财季出现18.75亿美元,GAAP净亏损。 这一部分是因为,该公司因将部分智慧财产转移至美国境内,划出了一笔45亿美元的税收准备金。 博通同期在NAMGAAP口径下实现61.20亿美元净收入。 按部门划分,博通半导体解决方案业务在2024财年第三财季实现72.72亿美元营收, 同比增长5%。 而基础设施软体部门得益于收购VMware等因素, 营收达57.98亿美元,同比增幅达200%, 在总收入中的占比预升至44%。 博通总裁陈福阳表示, 博通第三财季的业绩反映了他们在AI半导体解决方案和VMware方面的持续优势。 在以泰网网络和AI资料中心克制化加速器的推动下, 他们预计2024财年来自AI的收入将达到120亿美元。 有消息显示, OpenAI已与博通合作数月, 计划打造首款专注于推理的AI晶片。 虽然目前市场对AI训练晶片的需求较高, 但分析人士预测, 随着越来越多AI应用获得部署, AI推理晶片的需求有望超越AI训练晶片。 据悉, OpenAI已经计划客制化晶片, 并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 致力于该技术的此类用途, 尽管目前讨论仍处于早期阶段。 对于这一消息, OpenAI拒绝置评, 而博通的代表也未回应置评请求。 现有消息还显示, OpenAI尚未决定, 究竟要自行研发, 还是直接收购晶片设计, 可能寻求更多合作伙伴加入。 OpenAI已组成一个约20人的晶片团队, 由Thomas Norrie, Richard Ho等此前为Google 打造张量处理单元Tensor, Processing Units, TPU的顶尖工程师带领。 此外, OpenAI还通过 博通确保了台积电的晶片制造产能, 预计将于2026年产出旗下首款客制化设计晶片。 不过, 该时间表可能会有变动。 实际上, 这不是OpenAI第一次传出 与博通合作开发 AI晶片的消息。 今年7月, 今年7月, 有媒体称, OpenAI一直在招募曾参与生产Google AI晶片TPU的前Google员工, 并寻求开发一款AI伺服器晶片, 还一直正在与包括博通在内的晶片设计企业洽谈开发新款AI晶片的事宜。 在此背景之下, OpenAI执行长奥特曼与台积电高管讨论了台积电是否可以提高产能, 生产更多的灰达晶片或奥特曼提议的新型BI晶片。 台积电的高管告诉奥特曼, 如果OpenAI能够承诺下大量的新晶片订单, 台积电愿意扩大晶片产量。 开发新型晶片只是奥特曼计划的一部分。 奥特曼据称还打算与外部投资者一起成立一家或多家公司, 支付房产、电力、饲料中心以及将在其中安置专用AI晶片伺服器的费用。 不过,OpenAI开发能媲美挥达伺服器晶片的可能性很小, 那需要多年时间才会有成果, 而且可能带来惹恼OpenAI最重要晶片供应商挥达的风险, 但也可能为OpenAI提供未来与挥达定价谈判的筹码。 挥达一直在其专注于AI GPU上创造前所未有的利润率和销售额, 因为OpenAI等客户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 这家晶片设计公司已经向微软提供了数十万张GPU, 以便OpenAI可以使用它们来开发ChatGPT和其他产品。 不过对于挥达来说,客户进入其地盘是常有的事。 微软、Google及其他挥达大客户也在自言 AI专用伺服器晶片,以减少对挥达晶片的依赖。 今年2月,Ultman在社交平台X上抱怨 没有足够的挥达GPU来支持其公司的AI开发。 此后,OpenAI从微软获得了更多挥达伺服器的使用权。 到2025年中期,甲骨文和微软将为OpenAI提供世界上 最强大的挥达伺服器集群之一, 每年的租金约为25亿美元。 但这对于Ultman来说还远远不够。 微软和OpenAI已经讨论了未来的资料中心, 该中心可能耗资高达1000亿美元, 在OpenAI内部被称为星际之门,Stargate。 这一设施及其伺服器集群的预期规模 意味着它可能需要突破能源问题, 否则将面临电力短缺。 此前,博通被华尔街分析师们认为 很可能会是下一个回答。 博通曾在3月表示, 其AI晶片客制化业务增加了第三个客户, 尽管没有明确透露客户名称, 但分析师普遍认为, 这些客户包括Google和Meta, 无论如何, 与OpenAI合作对博通来说是利好。 7月传出合作的消息后, 花旗分析师发布报告称, 继Google、Meta和字节跳动之后, OpenAI将成为博通的第四大 ASIC客制化晶片客户。 预计博通将在明年下半年之后, 向OpenAI交付。 除了与博通和台积电合作之外, OpenAI正在采购汇达以外的供应商 AMD的晶片, 以满足其高涨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例如,OpenAI正计划通过微软 Azure公有云服务平台使用 AMD晶片。 这显示AMD的MI300X正试图 从灰达主导的市场 非易卑更的努力开始显现成效。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